大家好 欢迎收看1月9日的Lokin故事分析 我是Lokin 终于回归正常的节目方式了 不过我们的生活早已是打乱再打乱 能够回复正常真的得来不易更加是绝不容易 因为一个小小的错失足以影响所有的部署 进入第一部分市场分析 首先是道指 上星期提到道指升穿了36,563 就会向上市36,960 刚刚这个星期的高位就是36,952 差8点算不算已经中了呢? 随便你喜欢怎么说 不过更重要的是 星期五的收市仍然是收低于36,563 而我在去年的11月7日这个节目提到 我在3600那一阵就沽了6月的道指期货 如果不送的话你可以去右上重温 下星期的好单分界线在36,321 如果道指日继续向下 下星期有可能要再跌穿35,925 但如果升穿36,321 上方36,563的阻力一点都不小 在NASDA之前 来说一下 这个星期经济了很多媒体都要报道 美联储FOMC会议记录的显示 有80%的官员预期会提前 直至3月开始加息 其实是不是真的要这么惊讶呢 如果你是这个trend用的长期观众 相信很早之前 知道我对加息的时间比较预期 当然大部分人都可能只是左以右 有意促 只是关心着股市升跌 今天你的投资是赢还是输 又或者你可能只是在意着 加息是不是要去买银行股呢 而对你自己的未来核心 莫不关心 当然我都只是世界上一粒微塵 听不到我讲的东西是非常正常的 最近就看到一篇报道 而一篇报道就在12月底 里面就提及一个香港人对未来息口的看法 仍然有52.8%的人 是认为未来12个月 银行息口是会维持不变 而我觉得更好笑的 就是比较多的受伴者认为 加息只是加半厘至一厘 今天仍然有很多人都被媒体洗脑 沉在在这个市场浅太多 息率会一直低的温床 因为他们的眼界 即是最早在看到 要怎样用500-600万用30年去供一个 只是不够300尺的单位 老实说你听完都觉得可悲 你要花人一生大部分的时间 大部分的金钱 去睡在个厕所旁边 还未计及 我们已经进入了加息周期 每加半利息 你要付出的利息 就要增加16% 我只想到这一道 就觉得 今天去买了按键的人 都按断的 值不值得呢 更加不要说我预期加息速度和幅度 是会比市场预期快和大 唉 你想你了 你觉得今天值得是借钱加大自己的杠杆 就随便你 反正你死你事 我只能够捉你好运 当我们看完美国10年债息 过去这个星期突然大幅上升 而且突破一年高位 如果我是长期收睇的观众 都应该曾经听过我说 10年的债息升破了1.72之上收 下一级就要上2-2.22 美国市场反应很快 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呢 不如就由市场告诉你 相对于要投资什么 我最关心的就是粮食 因为民意食为天 历史告诉我 历代爆发战争的其中最大原因 都是与粮食有关 今天的粮食价格已经升到10年的高位 麦当劳没有薯条供应 可能都只是一个起步 如果接下来供应不足 是大豆 酒、小麦、度米 加价贵多成为生活的负担 情况又会变成怎样呢 可能你会觉得我几人忧天 但最少我的乌阿后所说的事 很多时候都会无奈地发生 今天能够有机会做一些准备 放尾县 不会是坏事 回来说到LASDAQ 走势比预期更加要弱 我知道很多人希望LASDAQ是一个三底 之后再向上看15320 但若然跌穿14931 下一级就会是14614 最不理想的就是下星期已经跌穿14614之下收市 因为美国的科技股会出现一个更大规模的骨牌式洗仓 第三个是上证指数 A股的走势同样比我的预期要差 目前最坏的情况要向下试3529-3550 我个人并不期望会出现这个情况发生 第四个是港股恒指 之前几次直播都说过 23155是恒指的重要关键 骗你一次你都会犹豫 再骗你第二次 你会觉得要追估看222 如果有follow我的instagram的观众 星期四都应该有看到这个post 是真人真事来的 希望各位B君 在星期四沽货并且做了胆仓 今天就不要被人夹了 因为下一级再向上 就会到23817-23936前的下跌列口阻力 而这个阻力是不是真的一个阻力呢 都可能未必是 进入第二部分个股分析 第一个是双汤 上个星期的直播一人问到 双汤可以向上看多少 我当时已经说过来向上看6元7元10元 星期一当然已经到了6-7元 至于10元做人太贪心最终都是得贫 如果这个星期升不穿8元之上收市 短线就不要再想破顶问题了 你反而要向下看6元和5元能不能成为一个支持 第二个是腾送 我们先讲远一点 因为腾送现价的水平是很关键 或者我们拉近小续去看 星期四曾经跌穿过这条上升轨 但幸好即使能够重上之上 如果能够收到在420元 就可以借着港股的反弹 看看能不能够重上480-500元 如果失手牌420 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不过有这么多好选择 根本不用选择一定要买腾送的 第三个是工商银行 4.43是一个颈线 内人都是近期推动港股向上的强势板块之一 两多向上挑战4.74 之时就定买4.3 第四个是美团 同样我们先看长一点的走势 已经跌穿了上升轨 下跌裂口在212-214已经是一个阻力 如果再继续跌穿200元 情况就跟腾送一样 但我仍然希望当日在400元的时候 在下面留言质疑我说美团估值是很贵 这是一个错误的观众 今天仍然能够坚持当日的基建 继续持有 做人最重要是送自己 反正我送自己美团的估值是不值每估140元 技术上下一级向下的话可以先看179 第五是Tesla 大型的商顶 两次高位大成交 颈线910美元 总之你要买就定跌穿910美元 就有个指示 我就有点兴趣都没有了 继续第三部分上周策略检讨 上周原本是一个看好策略 好胆分界线在23438元 但差不够20点就一个反转向下跌穿这个指示位 不过之后再出现一个15分钟音速跌穿23438元 仲促的投机者可以选择执行Plan B的向下追估 下午2点半左右已经达到了下方的两个目标位 算是打个和啦 终合第四部分 今周我的部署分享 下周的好胆分界线是23634元 Plan A的体胆策量 向下目标位分别是23467元和2333元 指示位定分是23665元 如果9点30分之后 任何时间以15分钟的杨竹升穿23634元之上收 就可以执行Plan B的向上追估 目标位分别是23734元和23819元 指示位定分是23584元 记得策略用完就不能够重复使用 如果你觉得这条片能够帮到你的话 记得给个like 甚至在下面打个留言支持 都是一份鼓励 subscribe这个频道 按下小钟并且打回全部 未来有片更新的时候 第一时间就会通知你 利益申报 本人并没有持有节目提供的股份 节目最后会有免责声明给大家参考的 继续低调低调低调 我Roken 下周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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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